發覺這世界 永遠太小心黑 因此花一天 改變一切習慣 消失太快 捉得到太少 喜慌花一天 感覺一切是愛 隨著今年來對飲食和健康研究的進步 我們就越來越意識到 飲食對自身的精神健康非常重要 甚至有研究指出 飲食改善得越多抑鬱症 也有機會可以得到改善 全因為食物可以改變腦部的化學反應 影響我們的思想、心情和行為 如果想知道怎樣吃才能身心平衡 就要陪著我們有型做善事 有時有朋友出去喝東西想冷靜一下 但我有時也會想健康一點 會點茶、越鮮奶 好像會被人鼻屁 會 其實也是 但你喝東西又怕傷身 但又想漂亮又想打卡 喝酒便可以 酒便是… 我平時喝水 你回家吧 我平時喝果汁最多 那究竟喝酒和果汁有甚麼分別 很大分別 有時工作這麼辛苦 下班時也會想去喝東西 跟朋友聊天和平靜一下 我挺喜歡那種感覺 不知道兩位是否喜歡這種時刻 小時候也很平靜 雖然我還是很小 但我也少放鬆 不是經常去的 但我在家裡放鬆 因為拿著紅酒杯 對 但裡面是放甚麼 檸檬茶 挺好 真的…拿紅酒杯來放檸檬茶 檸檬茶真的比較好喝 對 我覺得有時去喝東西時 五顏六色的飲料放得很漂亮 但我記得我小時候看著菜單 有一種叫Mocktail 然後它旁邊就要庫著非酒 即是沒有酒精的飲料 因為我本身對酒精敏感 所以我從小到大都不能喝酒 但我又喜歡出去放鬆 我又喜歡跟朋友去玩 如果你喝汽水或果汁 首先樣子又不漂亮 而且它的味道沒有層次 如果你有出去玩一晚或聊天 其實你在不同時段 可能會想喝不同味道的飲料 但我又喝不到酒精 那Mocktail就是最佳的選擇 對,而且我覺得Mocktail 你拿著拍照也比較漂亮 可能去到一個很漂亮的地方 雖然這個不是 但你可以拿著拍照 然後再拍照 就是這樣 那為甚麼不點一杯 可能喝得很漂亮的橙汁 或是龍井 陳詞,好嗎 你想想打卡 整杯黑色的飲料 那衣服是不漂亮的 對 衣服是黑色的 但Mocktail的視覺已經很漂亮 而且喝起來的味道真的有不同 不是整件事是儀式感 因為Mocktail應該會用很多不同的材料 然後會手搖的形式 然後再倒出來 而且有時可以去酒店時 跟店員說 今天想喝甚麼 但Mocktail 他就會為你調製 很驚訝 我每次走過去就覺得 今天有點不濃 我想要較甜的東西 有時說今天挺開心 我想要較酸的東西 你不喝那口 也不知道是甚麼味道 其實也挺好玩 但因為Mocktail 我真的沒甚麼認識、了解 你們所說的層次 可否分享一些喝過的難忘的味道 讓我聽聽 難忘?其實我個人也挺詳情的 我去那間餐廳喝泥喝 都是那一杯 我通常在吃飯前 我喜歡喝酸酸甜甜開胃的東西 通常他會做一杯特製給我的 Mocktail 但Mocktail是沒有酒的 但我喜歡甜 所以他… 他這樣取代那種… Mocktail的爽口感覺 他用甚麼來做 不知道,可能有梳打水 聽完你們這樣說 Mocktail也有很多層次 也有很多種類 我們不如派Anton出去吧 看看他會做一杯甚麼Mocktail 讓我們喝吧 好嗎 他做 他做的 坦白說,對Mocktail 我真的認識不多 人生最接近Mocktail的一次 就是喝雜果奔子 今天我來到這裡 去找一個在香港絕無僅 只是買Mocktail的酒店 馬上跟我來吧 你好,Zero 今天是來拜你為師 是 因為你做Mocktail很厲害 是,可以試試嗎 試試,我很想吃一杯Anton特飲 沒問題,準備好了 Zero,快要夏天了 我想要一杯非常清爽 酸酸甜甜的 最好是橙色 最近很喜歡橙色 好,那我們做一杯 用新鮮水果茶底去做的特飲 好,聽起來很清爽 要怎樣開始 我們現在準備訂購的 我們會用到西柚 西柚 對,橙和檸檬 檸檬 然後我們就要擠壓 也要一點力 對,也要一點力 然後我們會用到一個茶底去做 首先你用這個的時候 是 對,泡下去 就要硬碎它 對,一定要夠固定 對,一定要夠固定 對,我們會加一些軟體在表面上 讓一杯飲料清爽一點 又多一個層次 對,在表面上我們會做一個擺盤 你的Anton特飲就完成了 對,謝謝 你還在著火 多麼夏天熱辣 好,可以了 這次就到我了 剛才看完你做,好像學到一些東西 現在就由頭開始了 好 首先要用這個杯 對 然後要把這些放進去 對 怎樣才為止一杯好的酒店 其實我們做酒店 首先想的時候 如何把材料做甜酸的平衡 對,喝下去不會失衡 最重要是每個飲料都要平衡 好,下一個步驟 我記得要加茶 你用這個 對 有人嗎 有人 現在很小 60米 對,60米兩次 手比較穩定 其實要人夠固定 這樣就很快 有天分嗎 有 謝謝 好 接著就加冰箱 好… 可以嗎 然後這樣嗎 對,拍下去… 對,最重要是夠緊 吊著它 對,對著自己… 對,打緊去澳湖 很累… 放在這裡 先休息一下 其實為何你會開一間酒店 酒店 其實也想分享一個喝飲料的文化 其實Mock Hell 就算是一個仿雞美酒 我們的製作過程中 會用到很多調酒的技術 技巧去做一個特色的飲料 所以不是果汁混合果汁那麼簡單 對,我們量度每杯飲料時 也會想出很多不同的層次 如何去演繹這杯飲料 會做一些擺本、融合 增加視覺、味覺、嗅覺 對,這樣的體驗 要拍開它了,夠力嗎 行了,車邊行了 煮好了 煮好了,乾杯 我的下日特飲 我決定叫它做 塔醋士,不能避免的 太好了,很有思義 戀愛的感覺 酸酸、甜甜、清爽 好的 我覺得很好喝 因為我平日不斷喝酒 我覺得這些酒店很適合我 謝謝你令我在雜古賓節以外 認識了更多新的酒店 其實為何你會這麼喜歡酒店 其實酒店可以提供一些… 因為個人因素,可能駕駛、懷孕 有健康問題 喝不到酒的人 就像我一樣 因為我是… 酒精敏感 酒精敏感 我一喝酒就會很臉紅 其實駕駛著一杯飲料 很輕鬆地喝 大家一群朋友聊天時 只聊天很沉悶 駕著一杯飲料 會感受得更輕鬆地喝 對,整個氛圍都比較不同 這間店裡有很多不同的菜式 你是怎樣想出來的 真的要嘗試很多次,幾千次 對,每杯飲料都要不斷嘗試 不斷嘗試味、平衡 怎樣才能獲得最好的平衡 真的要下不少苦工 你一定很熱愛這道菜式才行 剛才出營,很多街坊都會站著 看你做甚麼 是否因為你開了這個巴士 所以你認識了他們 也是的 當初在這裡,開了這裡 會有很多人好奇在做甚麼 走過來聊天,八卦一下 久而久之就會熟悉,做熟客 其實這個地方很有人情味 我覺得我對酒店的酒店 也挺有天分 而且我對他有點情有獨鍾 我可以邀請你來我們的場景 跟我們一起討論 我們也可以煮幾杯給其他主持喝嗎 當然沒問題 我們剛才看了一部影片 安康剩下一杯很好喝的飲料 看上去 真的太可惜了,我們是喝不到的 可以留給你喝吧 對 所以我們只請了大師Zero上來 幫我們嘗試如何調配一杯酒店 好像不是一杯,而是三杯吧 對,現在… 輕輕地介紹一下這一杯 其實現在這一堆材料 我們都可以在超級市場上 已經可以買到 可以做一個家居調酒 準備的材料不複雜 都是莓、果汁、香草 這是甚麼香草 這是百里香 最後放在表面上做一個… 裝飾… 對,裝飾 一個臭角的融合 在薄餅上面的 事不宜遲,不如就開始吧 吃不宜遍吧 好 對,我們把不同的果汁 對,放在融合瓣上 放多少是否根據個人口味 可以,其實真的很充滿風格 對 我很喜歡吃梅 我也喜歡 特別喜歡吃士多啤梨 這三種我都喜歡 對 最喜歡吃士多啤梨 我想問用這些融合瓣 在家裡全都放在炸汁機上炸 有甚麼分別 有一點不同 你說的就是我們在做一個煮酒 對 我們今天做這個酒店 是完全兩回事 對,會用到一個形狀的技巧 去做這杯飲品 手搖 對,而且因為這杯飲品 最後會加上梳打水 所以不能放進去 對,我們要調節 其實因為要降溫 然後把我們的材料融合 然後要令空氣進入 然後… 對,其實這是我們常用的技巧 主要是因為這四樣東西 不會爆嗎 對,玻璃會不會爆嗎 不會爆的,其實… 因為真的要煎過我們 去做混合 這個是糖水 對 這個還是雪景 對,這件事很適合 這個是雪櫃的妹妹 我們已經有飲品在我們面前 剛才我們也直直看見Zero 說我們調整這間酒店 我們是否可以品嘗一下 來,試試它吧 品嘗之前我想知道它叫甚麼名字 有名堂的 我知道,雪國的妹妹 這個是Gianne改的 那它真正的名堂叫甚麼 其實這杯叫妹妹開心 但妹妹不算 差不多 我們有些改名的料理 可以 天分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你這個叫… 因為它是椰子的底 名字會叫做做人沒有夢想 跟一粒椰子有甚麼分別 名字很長 怎樣吊飲品 那我這杯… 你的概念其實是來自食品 所以我叫它雜果笨豬茶 這個我最正常 這個很容易叫 對 笨豬茶 試試吧 好 我是否要混合它 對… 它的分層很漂亮 它一直下雪 對 Motero就是這樣 你喝起來有不同的層次 你不只有一種味道 我有點甜,但也有點酸 而且不知道為何很神奇 為何我喝到薄荷味 是甚麼?很清新 是否因為這個薄荷葉的味道 薄荷葉 是會有些荷葉在裡面 就是剛才所說的 就是一個融合 除了剛才這樣混合 飲品會有層次之餘 上面的擺盤 會令你的視覺、臭覺 味覺都一起參與 可能你會嗅到香料的味道 我很開心,我杯的粉紅色 對,你的杯… 你的杯是甚麼味道 我的杯是… 有點甜的 對,偏甜 這杯很少女 對,很少女,很適合我 然後也有點酸 我覺得整體來說很豐富 我們有時候去喝東西 你去喝東西 你不是只為了喝那杯飲品 是整件事由你坐下來 跟客廳溝通 然後他了解你需要甚麼 然後去自行製作 幫你調配一杯飲品 然後你就看著一杯 這麼賞心悅目的飲品 然後再品嘗它裡面的層次 我覺得整個流程是一個享受的過程 而且是文化 對 一個交流 對 而我就是想做到這件事 一個人與人之間 最直接的溝通、交流 對,好像… 我透過你這杯飲品感受到 因為他說這杯是源自 果汁的飲品感受到 但它和我平時喝的果汁很不同 因為它混合了一些茶底 對 所以除了甜椒 我還有一點水果原先的酸酸味 再加上一點茶的很輕微的濃郁 還沒有平衡這件事 所以一點也不漏 其實我真的很久沒有出去喝東西 但今天看到這杯飲品 我又記得起一個回憶 那次也挺窩心的 那次我已經忘記了 因為甚麼事 可能是失戀的 所以不開心 就自己去一間雙熟的餐廳坐 其實我還沒有叫飲品 但我坐下了不久 已經有人送了一杯… 我平時喝的 但給我一點不同的酒店 上面還有一點的裝飾 我也不記得是甚麼 但我一看是笑了 我覺得不只是那杯飲品的味道 令我開心 而是這份酒店的味道很溫暖 在我不開心的時候,它看得出 然後還要做一個步驟 來平衡我 這件事我覺得很窩心 是一個隨便的事 對… 進來那一刻已經想到 我要做一杯飲品給你 對… 換解你的心情 而且我喜歡跟兩、三個朋友 去一間很舒服的飲品的地方 一起做一杯飲品 例如木記的飲品 活在當下 對…就是這個感覺 這就是我們門外漢對Motel的理解 Zero,你覺得一個好的Motel 或者很好的飲品是怎樣的 其實剛才你們也說了很多 我入行以來 很多我看到的東西 像你這樣說 飲品除了在沖杯飲品之餘 其實我們要看到客人 有甚麼心情的時候 我們應該如何開設 這個題目 來跟他聊天 對我來說 我開了一個Motel Bar之後 我感受最深的 是一個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拉近了 因為這門手藝 把人與人之間拉近了 就是因為我看到 試過小朋友 然後試完我的東西 然後叫爸爸、媽媽過來試 Zero哥哥的東西 每次都過來 你怎麼想到 原來我做這些東西 可以聚到一些不同… 不同年紀的… 對,甚至是小朋友 小朋友也知道他在目射 對 還有小朋友也可以接觸 這是我感受最深的 其實本來喝飲品這件事 已經是一個很開心的一件事 喝飲品和一群朋友一起聚一下 吹一下水 可能就算是快泡一下 其實那個減壓和療癒的能力 也是存在的 對 而且我覺得是都市人的 生活上的分界線 我們對著這麼忙碌、這麼高壓的生活 也很需要一些時刻 跟自己相熟的人聊聊天 放鬆一下 好像他將我們生活中一天24小時 很忙碌的時刻斬出來 就可以純粹地放鬆 我覺得甚至我們在家裡 自己做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小小的儀式感 也會令我們開心一點 你自己很專注地做一杯飲品給自己 所有東西都是圍繞著自己 對,把自己放在中心裡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很需要的時刻 對,所以用酒杯喝東西 真的比較好喝 對 所以我覺得我也會想嘗嘗 而且整件事馬上有生活品味 不覺得… 你本身已經很有生活品味 記得訂閱這個YouTube頻道 更多ViuTV的足本節目 將會定時上架 按鈴鈴 一有新影片,馬上通知你